BOSS杂谈经济有料老家常 今天我们来聊聊当下中国经济一个非常有意思 也非常值得思考的现象 A股市场上上市公司密集披露注销时回购方案的背后 究竟透露了什么样的经济信号 这些行为又意味着什么样的深层次问题 从公司层面到国家经济管理 我们可以深度拆解 让大家了解这股回购潮背后可能掩盖的问题 以及中国经济当前的种种隐忧 根据WIND的数据 截至2024年10月29日 今年以来A股有1474家上市公司 披露了股份回购方案 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相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尤其是2023年同期仅有518家 这一现象十分引人注意 更值得深思的是 其中相当一部分公司实施的是回购股份并注销的策略 乍看之下 公司回购股份并注销 削减股本似乎是增后每股收益的好举措 尤其是在处于困境 或是企业面临业绩疲软的时候 这种财技经常被拿出来操作 但真正的问题在于 这种行为反映出来的不仅是企业的经营困境 更是整个宏观经济层面所面临的压力 很多公司宣称回购股份是为了提振投资者信心 股价有支撑 每股收益增后 这对投资者当然听起来很美好 然而我们必须问一个根本问题 这真的能扭转乾坤 挽救企业和市场的颓势吗 从数据来看 在这些发布回购方案的公司中 有多达904家是宣布将回购股份 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这意味着即便有回购行为 这些股份并不是直接销毁 而是做了一些内部平衡 这暗示公司高管和大股东 可能觉得目前股价过低 甚至有被低估的现象 因此顺势买一波 这在熊市和市场信心低迷的时候 尤其常见 不过也有公司选择了 直接将回购的股份注销掉 比如捷克股份 东鹏控股等公司 这类企业表示 这种行为的目的 就是简单直接的减少注册资本 减少股本 这无疑是在市场艰难时期 试图增强美股收益短期表现 但说白了 这根本就是绕过的核心问题 即企业业绩 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善 许多回购股份的公司表示 资金来源 要么是自有资金 要么是自筹资金 在当前的大环境下 资金紧张 公司未来的现金流确保力成疑 这类回购 更像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举动 中国企业面临的账面压力越来越大 特别是在债务偿付能力 和盈利能力 严重受考验的时候 许多企业选择回购 来填补表面的资本收益率 这点希望大家特别注意 举例来讲 东方宇宏特别强调 自己是以自有资金 或自筹资金来进行回购 但对于这些公司来说 大部分自有资金 可能并不是通过原本的业务盈利 而是在压榨现有的资本余额 进行操作 这就好比是一家企业 还莫解决赚钱问题 就把自己口袋里的钱花掉 或者极端情况下 甚至去接更多钱回购股份 而不是投资于新的生产项目 如果我们看中国宏观数据 2024年到现在 中国经济增长仍然疲软 全球需求萎缩 中国出口明显下滑 而加上房地产行业一塌糊涂 很多公司账面上持有的资金 只能暂时充而不闻现实危机 采取短期回购销售模式 暂时讨好股东 但这不是可持续性发展 这种结构性问题迟早会爆发 当前形势下 大规模回购股份的上市公司 几乎异口同声地表示 目的是增强投资者信心 然而真正的问题是 投资者的信任真有这么不稳吗 抑或是话说回来 投资者的信心背后 其实对的是 这个经济环境的不透明 政策偏差所带来的风险 比如贵州茅台等大企业 虽表示要回购 但这些能长期稳定利润的巨头 尚且如此 更遑论那些业绩疲软的中小型企业 某种程度上 这类行为也会传递给市场一种危机感 大家都在回购保住颜面 但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投资于新业务 这反映出 企业对未来中国经济政策走向的担忧 很多企业已回购为主要应对手段 反映出当前中国企业创新动力的匮乏 和对风险的规避 如果说企业纷纷选择将现有的资金 用于回购 这就意味着 他们并没有将资源 投入到更具增长性的项目和领域中 要知道 企业回购通常是在管理层 看不到其他更好回报的投资机会的情况下 才进行的 这必然反映到更加深层次的一个问题 中国经济长期以来依赖的低附加值出口 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次级政策模型正在失灵 事实上 从过去几次经济增长次级看 我们很难看到 有更多的资源 被放进高科技 可持续性新兴技术领域 这些领域才真正能够带来 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面对发展瓶颈 中原海控 伊利股份等大公司采取的股份回购 反映出他们对当前宏观经济环境的信心不足 也反映了他们并未真正打算 在未来积极扩张新的市场机会 此外 当资本市场缺乏足够的创新推动力时 依靠回购股份这种措施 带来的短期提振效应 是暂时的 无法持久 中国政府近年来在经济政策方面 风向频繁转变 资本管制加剧 房地产打压 外部环境不确定等等 都使得企业要在国内投资新项目 越来越困难 光靠回购股份来改善股价问题 无疑只是推迟了问题的爆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政策风险 中国企业面临的政策风险非常大 角色的不透明性和政策的不稳定性 直接导致了内外资期都非常谨慎 这就是为何很多公司宁可选择 显而易见的短期操作 也不愿意向大规模长期投资 进行资源投入 最后 我们想问的另一个问题是 针对这样的环境 那些最被动的中小投资者和普通老百姓 该如何在中国这个看来 越来越不稳定的金融市场中保护自己 不得不说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 投资者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 应该更谨慎对待这些 看似提升公司价值的回购行为 更应该着眼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而中国经济需要更多的政策透明度 资本流动的开放性 以及创新力 代替对短期经济表面治愈的依赖 中国经济的转型 已经步入了一个复杂且困难的关键期 各位中小投资者也需要深入研究 股市背后的实际情况 避免被回购策略的影响所迷惑 今天的A股市场并没有 从根本上摆脱经济结构的不利因素 各种回购行为 可能只是企业财务操作中的自救手段 而并非一种实质性改善企业 或经济状况的标志 因此 如果你是在中国股市中的小散户 或者中小规模的投资者 必须要比以往更仔细研究公司的 基本面状况 以判断公司回购 是否真的是市场上的一个利好信号 还是掩盖一些内在问题的烟雾坛 随着经济增速放缓 中国企业面临的挑战 不仅在于如何提高短期收益 更在于如何既保持竞争力 又能突破外部市场反弹的限制 大规模的回购行为 通过减少股本增后美股收益 的确会在短期内产生正面影响 以此吸引股东和市场的注意 但需要注意的是 这不是企业可以依赖的长期解决方案 也不足以抵消 中国当前的深层次经济结构问题 这背后也含的是 中国企业对创新动力的巨大不足 很多企业振摩托的原因 简单来说 就是因为他们不再相信 自身能够通过新的产品 服务或市场扩展来实现增长 这就是卫士模 更多的资金被用来回购 而不是投资到 能够带来长期增长的研发 和技术升级当中 看看国际市场上大公司 是如何应对经济逆风的 比如苹果公司面对需求低迷时 他们依然大力在创新上进行投资 包括新的硬件 软件和服务业态的开发 相比之下 中国企业在这方面的表现相当单薄 以科技创新为例 尽管中国政府一再提倡科创强国 但我们看到的是 除了少数顶尖科技企业 如华为 中兴等 在硬科技上有进展 大部分企业依然依赖政府补贴 缺乏自主创新能力 这背后反映的是 中国整个经济体制 对创新市场长期的忽视 企业更愿意 用一些短期市场操作手段 来给自身提振士气 而非真正投入精力和资本到研发中 这种情况带来的长期风险非常明显 中国将很难突破全球竞争瓶颈 不仅产品缺乏高附加值 国际化市场的打击 也会越来越严峻 那么 依赖于就有增长模型的中国企业 能否在下一个全球经济风暴到来时生存 恐怕这样的公司 即使暂时通过回购手段提振了股价 其风险依然高出 除了企业本身的问题 政治和政策上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市场的波动性 并进一步迫使企业选择股份回购 这一探似稳妥的无奈手段 近年来 中国的经济政策风向频频转变 特别是对于资本市场的调控 房地产行业的密集打击 以及在科技领域的强监管 让企业经营环境阴晴不定 这导致许多上市公司管理层面 对外部经济动荡时 不再愿意进行新的投资与扩张 而是希望通过回购股份的方式维持股价 吸引投资者 甚至减少资本支出 这种消极防守式策略 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来看 都不是什么积极健康的表现 举例来说 房地产行业政策的不稳定 让众多行业受影响 尤其是对那些和房地产相关产业的公司 如建材 制造业等 这些企业不少都涉及到了回购行为 比如 今年的代表性回购公司之一 东方宇宏 就与建筑房地产行业关系密切 当这样的行业 受到政策打压 与市场不景气的双重夹击 企业获得市场利润的能力处于低股时 挤出资金去回购股票 往往只是短期抗压的操作 未来真正的发展潜力 依旧令人担忧 再者 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 也是越来越复杂 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 区域紧张局势等外部宏观压力 再加上 政府在国内经济治理上 放水加码和紧缩控制的交替变化 这些一系列因素相互叠加 显然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和投资不确定性 在这一大背景下 上市公司选择防守而非进攻 以尽可能保护当下的企业资产回报率 而不是在风云变换的经济中 进行更多的创新和提升 这就是为什么 今天我们看到的大规模股份回购 其实拥有更深层次的恐慌意味 它反映了企业对未来的不自信 甚至是悲观预期 从资本市场的角度出发 当越来越多的公司 选择通过股份回购来试图 表现出更好的短期财务数据时 市场中的中小投资者 该如何应对和选择 是继续投资这些 纷纷进行回购的公司 压住其后市反弹 还是应该更加审慎 认为这只是一场 虚假的自我吹捧行为 其实回购股份的公司 用于提振时期的手段 在当前的中国市场 或许能够短期提高股价 加强美股收益 但从长远来看 这种回购行为 最终只会加剧企业 对股东真实责任的稀释 特别是当企业 没有真正提升盈利能力时 今天所有回购 只是在推迟问题的爆发 而不是以更有远见的方式 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困难 比如如何从依赖大宗商品 与劳动力低成本 转向更精细 更有技术驱动的现代经济 这同时也传递出一个重要信号 中国金融市场的不健康结构 正逐渐显现 中国政府和监管部门应该意识到 光靠企业单个财务操作 无止尽的短期措施 并不能发展出 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经济 反而可能让市场持续低迷 信任危机加剧 如果官方继续推行的 不透明政策 以及激烈政策转型 会导致市场进一步 对未来产生恐惧 无法复苏 更可怕的是 长期回购策略的滥用 将损害中国股票市场的流通性 大规模的股份注销 影响了市场 本来就有限的市场容量 进一步让投资者 难以在具体企业表现中 看到长期增长 大量投资者可能会失去 对市场的信心 撤资或等待市场进一步跌落 形成恶性循环 明晰今天的中国股市 大规模回购行为 不难发现 其背后反应的压力 远比我们表面看到的更加深远 从企业层面的经营困境 到宏观层面 我们揭示了资本市场政策调控 和投资者信心低迷之间的相互作用 无论是政策的转变 债务困境还是企业创新力 和竞争力匮乏 这三者的综合作用都让我们看到 中国经济的危机感喷薄而出 我们现在正经历的是一个 多维度压力叠加的局面 投资者们 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 都应该对这样的回购行为提高警惕 特别是普通投资者 在面对这样庞大的股份回购洪流时 更需要仔细研究公司的基本面 弄清楚这些公司 是否真的具备长期生存能力 亦或只是用短期的回购收益 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压力测试之下 回购不仅将改变股东结构 也将影响市场信任的根基 在未来数年 如何解决企业深层次危机 并且有效提振企业竞争力与创新力 才是中国经济重整的关键 大家是怎么看待 A股市场上上市公司密集披露注销 是回购方案的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分享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我是BOSS 下期节目再见